啊 呃, 時下那個所謂的柯木山這個舞蹈動作其實有隱藏一些危險性 那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在跳的時候左右兩邊互換中心的速度很快 第一個, 他腳踝的關節會呈現一個所謂的止曲跟一個內方的動作 那如果這個動作不小心沒有做好, 重心不平衡就容易造成所謂的腳踝扭傷 那受傷原因當然這個, 呃, 比如說病人的協調性不好, 或者是說我的柔軟度不夠 甚至於我平衡感不好, 那就容易造成腳踝關節的扭傷 那我們這個case裡面的朱先生, 他剛好說屬於體重比較重的一個病患 那重力加速度的關係, 造成我們的肥骨就被所謂的撞斷 這個叫肥骨骨折 那相關的一些傷害當然包括所謂的腳踝韌帶扭傷 腳踝的骨折, 甚至於我們的第五止骨的骨折, 還有根腱斷 這就是腳踝扭傷之後可能合併的一些受傷 那怎麼去預防呢?當然我們要適當的軟身跟熱身 提高了腳踝的活動度 那當然平時也要訓練一些柔軟度跟平衡感覺來避免傷害 當然下肢的機率訓練也蠻重要的 大概這樣才可以避免所謂跳這個坑木山這個運動造成的一些運動傷害 對於旁邊的骨折走, 可以避免傷害 Além的者 由於旁邊的骨折走 那邊的骨折走 那邊的骨折走 那邊的骨折走